各位早晨 今天是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美股方面昨天是感恩節假期 星期五就是感恩節 即今晚會有事 不過只有很短時間 因為會提前三個小時收市 即是香港的時間 星期六凌晨兩時就會收市 所以因為美國今晚只有幾個小時 其實都是一個長假期 預計波幅和成家都會比較膽盛 所以昨晚亦沒有美股那邊可以參考 所以港股今天都是比較波幅細 跌不足100點 企穩了26700以上 預計其實這個隔期前 港股這邊也是成家會淡靜一點 不過現在看到市況上 整體不差 其實新舊經濟一起炒上 當然舊經濟炒蛋 新經濟炒前景 舊經濟炒反彈上 彈幅當然會有更加之大 我其實建議兩方面都可以做 兩邊都部署 如果說看回現在 今天都是有一些個別股份 出現業績 就做好了 例如波斯登和壓力健康 如果跌的 例如比亞迪 亦都是因為之前累積得多 有高位 有沽壓 所以才下跌 所以現在 我想繼續觀望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傾向是 其實現在新舊經濟一起炒 覺得最好 更加 比 thumbtons愛 收視看到